默示基督座谈纪要 关于寻求真理,实行真理的话语 选段 人都感觉实行真理挺难 那为什么有些人就能实行出真理呢? 关键要看人是否喜爱真理 有些人说实行真理的人都是人性好的人 这种说法是对的 有的人人性好能实行出一些真理 有的人人性差一些就不容易实行出来 这就得受一些苦了 你们说不实行真理的人做事实 有没有寻求真理? 他根本就没有寻求 他自己的意思出来了 觉得这么做好 对自己有利 然后就按自己的意思做了 他不寻求是他的心有问题 他的心不正 他不寻求不考察 也不到神面前祷告 就顽固地按着几义去做 这样的人就是不喜爱真理的人 说他不喜爱真理 但他做的有些事还合乎原则 不违背原则 这个不违背原则 并不是他寻求了神的意思 只能说是碰巧而已 有的人做事实 稀里糊涂 没有寻求 但事后能醒察 若发现这么做不合乎真理 下次他就不这么做了 这还算有点喜爱真理的意思 这样的人能有点变化 不喜爱真理的人 当时不寻求 过后也不醒察 他从不考察 自己做的事到底对不对 所以总是违背原则 违背真理 就算他做的有些事 没违背原则 但也不是合乎真理的 所谓没违背原则 只是做法问题 这种人按几义做时 是在什么状态下呢 他不是在朦胧状态中做的 不是不清楚这么做 到底合不合乎真理 他不是这种情形 而是顽固地坚持 按照自己的意思做 是定义那么做 并没有一点寻求真理的意思 他如果真寻求神的意思 在还没有完全明白神的意思之前 他就会这样打算 我先这么做 要是合乎真理就这样做下去 不合乎真理就赶紧扭转过来 不那么做 他若能这么寻求 以后就能变化 没有这个心就不能有变化 有心的人在一件事上 只能犯一次错误 顶多两次 有再一再二 没有再三再四 这是正常理智 如果能再三再四地犯同样的错误 证明他不喜爱真理 也不寻求真理 这样的人肯定不是有人性的人 犯一次两次错误 心里没什么反应 良心没知觉 就能行出三次四次来 这样的人就不能有变化了 他就是这类人了 彻底报废了 如果犯了一次错误 觉得这事做得不对 挺恨恶自己 心里内疚 有这种情形 下次再做同样的事 就好一些了 逐步地 以后就不会再犯 同样的错误了 即使心里还那么想 但是不能做出事来了 这就是一方面变化 你如果说 我的败坏性情是没法变了 真是没法变吗 那是你不愿意变 若肯实行真理还能不变 说这话的人都是没心智的人 都是贱骨头 是不愿意吃苦的人 他不愿意实行真理 反而说真理不能改变他 这样的人是不是很诡诈 本来是他行不出真理 是他的人性有问题 他却从来不认识自己的本性 还常常怀疑神的做工 是否能把人都做成 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从来就没打算 把心交给神 从来就不打算受苦 他之所以能留下来 只是为了能侥幸得到 以后的福气 这样的人就是没有人性的人 如果是有人性的人 即使没有圣灵明显的做工 他明白的真理也不多 但他能做坏事吗 有人性的人 不管有没有圣灵做工 他都不会做出坏事来 有些没人性的人 只在有圣灵做工的前提下 能做点好事 没有圣灵做工 他的本性就暴露了 谁能总有圣灵做工 外邦人中 有的人人性好 他也没有圣灵做工 但也没做太缺德的事 你信神怎么能做缺德的事呢 这就证明了是本性的问题 当没有圣灵做工时 人的本性就都暴露出来了 有圣灵做工时 圣灵感动人 给人光照开启 给人一股劲 人能做点好事 那不是这个人本性好 而是圣灵做工达到的果效 但没有圣灵做工时 人就喜欢随从己异 不知不觉就做出一些坏事来 这才是真实的本性流露 人的本性怎么解决 首先得对本性的实质有认识 要根据神的话来解剖 看看到底是正面的 还是反面的 是抵挡神的 还是顺服神的 直到看透自己的本性实质真相了 就能真实恨恶自己 背叛肉体了 另外 还必须要明白 神的心意 神的要求 你要追求真理 目标是什么 就必须得达到 生命性情的变化 性情变化了 你就得着真理了 就你们现在的身量 怎么能掌握住自己不作恶 不抵挡神 不做违背真理的事 你想有变化 就得琢磨这些事 针对本性不好的问题 得掌握自己有哪些败坏性情 能做出哪些事 你得采取哪些措施 怎么实行能控制住 这是关键的问题 必须明白 当心里困惑 灵力黑暗的时候 该怎样寻求真理解决 怎么尽好本分 怎么走正道 得给自己制定出一个原则 这就看人心智如何 是不是要神的人 有个人好发脾气 他就做了一个牌匾 写上至怒两个字 挂在书房的墙上 来约束警戒自己 可能还起点作用 但能不能彻底解决问题 绝对不能 但人的克制也应该有 最主要得解决败坏性情的问题 解决本性的问题 就得从认识自己开始 只有看透败坏性情的实质了 才能恨恶自己背叛肉体 背叛肉体也得有原则 稀里糊涂能背叛肉体吗 临到事就顺从肉体 有些人见了美女就走不动路 那你就制定一个座右鸣 美女来了 是离开还是怎么办 她拉着你 你怎么办 若没有原则 你就会在这世上跌倒 你若见了钱财就眼红 这怎么解决 你专门琢磨这个问题 专门操练解决这个问题 慢慢就能背叛肉体了 要解决败坏本性的问题 有一条原则挺关键 就是要凡事来到神面前 省察自己 另外 到晚上总得省察自己一天的光景 减点自己的行为 哪些事做得合乎真理 哪些事违背原则 这也是一条原则 这两条最关键 一条是流露败坏时反省自己 一条是事后反省自己 寻求真理 第三条 要把什么事实行真理 什么事办事有原则 弄明白透亮 对这些事真明白了 做事就准确了 这三条你守住了 就能把自己约束住 败坏本性就不能显行 不能发作 这也是解决本性的基本原则 有了这些原则 在没有圣灵做工 或者长时间没有人给你交通时 你自己经过努力往真理上构 还能保持在一个正常情形之内 那你就是喜爱真理的人 是背叛肉体的人 总依靠别人来交通真理 修理对付的人是奴才 这样的人属于残疾 没法独立生活 行事没有原则的人 一段时间没有对付修理 没有人交通 他就任意妄为了 掌握不住自己了 这样的人 怎能让神放心呢 所以 要解决本性的问题 得守住这三条原则 这样就能保守你 不犯大的过犯了 保证不能抵挡神 背叛神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